大火迅速延燒 火勢燃燒猛烈 瞬间不止家娃娃机店 何必店家也跟着陌路火蛇 暗夜中重置高点空拍 就能看出大火可怕 消防队货报紧急动员前往灌旧 眼看大火一发不可收拾 连邻警分队都赶来支援 我昨天已经停修 我的新年大厨就听得很烦 新年大厨就听得很烦 我一年大厨就听得很烦 一点点火而已 两三分钟整个烟冲出来 我就跑过来就没办法 瘦伯奇的店家眼睛恐 因为实在没有料到 火会烧得如此之快 好在瓦斯桶第一时间搬离 煤酿成更严重的损伤 但隔壁的便利超商和美法店 就在重目可归下整个被烧毁 美法店老板接获消息赶到 脑袋一片空白 天大消息好像赶过来 我们在这里吓一跳 我很期待 我来的时候就是还有在闷烧 是夹娃娃店起火这样子 他有听到爆炸的声音吗 是有爆炸的声音 是有人全部都跑出来了 跳车的一片 大火约在一小时内扑面 被火波及的店家交黑一片 其中就属起火点的夹娃机店 消得作为严重 这几火警就发生在20号的晚间 位在罗东闹区这间夹娃机店 突然传出火警 波及隔壁三间店家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至于损失和真正起火原因 还有待后续调查 这里是严谨一段报道